大家好,我是方家輝Aerifong,是一個專業的眼科射光師 首先我講解角膜矯形究竟是甚麼 角膜矯形術是牽涉到一些特殊的隱形眼鏡 因為都是要放些東西入小朋友眼中 一個是隱形眼鏡的模式 但跟日常家長自己戴的軟性隱形眼鏡 積氣隱形眼鏡是很不同的 但我們藉助一個特殊隱形眼鏡 希望達到角膜的彎道形成一些改變 而令到它近時在日間會消失 而不需要再戴眼鏡 亦都換來可以長期控制近視 不要讓它飆升的一個方法 那怎樣可以令到眼睛 戴了一個隱形眼鏡 會令到日後沒有了 到數不用再戴眼鏡 沒有了一些近視 首先大家要知道 近視的消失不是永久性的 我們不會在小朋友做一些永久改變他的眼睛 因為小朋友快過緊 其實一樣如果改變了不能夠還原的東西 就根本不適合小朋友 那我們的隱形眼鏡 其實亦都牽涉到一些特殊的設計 不是你家現在自己戴的那類 一些硬性 但透氧度是超高的 比起你可能現在自己用著 一天就扔那些 透氧度高到隨時超過五倍以上 所以才會適合在小朋友 睡覺的時候 戴著這些隱形眼鏡 而令到達到一個角膜矯視 就是眼角膜的彎道 形狀都會因為戴了這個鏡之後 有一些聲微的改變 而令到他第二天起床 小朋友幫他脫了這個矯視鏡之後 近視就會慢慢隨著時間消失 快的可能小朋友在幾天之內 已經是大部份的近視不見了 而亦都最長的可能 在幾個星期內 已經達到一個穩定的階段 但是戴了之後 穩定了 沒有了些近視了 那鏡片是仍然需要 繼續每晚都會佩戴 去維持著這個矯視的效果 但是戴著有個方便性 小朋友可以做運動 跳舞、游水 都不需要再戴眼鏡 而有一個好的視力 但是在過程之中 亦都因為牽涉到眼角膜 改變了形狀 它整體的光學 都已經跟結構 和一個正常眼睛有分別 而藉著這個光學效果 在長遠來說 令到角膜的變化 令到眼球繼續拉長 而近視加深 是出現了一個很好的控制效果 而在一些大型的研究 都發現起碼減幻的速度 是比一個不戴普通眼鏡的小朋友 是慢到最少一倍的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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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